哈囉大家好我是Ria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聊聊天 聊我未來呢對頻道有一些新的規劃 以及我在YouTube上面發現的一些新發現 我的頻道到現在已經拍了一年半 以我的出片量來講其實算非常少 而且以近期來講 我可能一個月只有到兩三支影片 我沒有在定時更新 因為呢我當初的設定就是沒有想要在YouTube這邊 賺大錢或者是想要把它當成一個工作 其實我也很認真經營 不過我沒有想說要在這邊爆紅 或是來個十萬百萬訂閱 我的野心沒有這麼大 當初只是想說想要找一個事情可以做 因為畢竟呢我現在是沒有在上班 我已經十幾年呢是沒有在上班了 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話 之後再出一支影片專門來聊這些東西 很多人都會好奇YouTube是不是我唯一的工作 但其實不是 它不是我唯一的收入來源 我的主要收入呢是來自被動收入也就是股票 那我在股票市場呢已經做了十幾年 我的股票收入目前還沒有辦法讓我可以買房子 但是呢 可以讓我一輩子不要工作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這邊呢只是我拿來就是打發時間 但即便如此我還是觀察了市場 所以呢我用修善來做一個定位下去開始拍 那當初一開始的流量都非常的好 一個女生來講做水電 其實在YouTube市場 這麼多YouTuber裡面呢還是算是相當罕見的 所以呢一開始的設定沒有問題 拍到現在一年半了 其實最近的流量呢就有大幅的下滑 我就把部分的DIY移到短影音 就有去詢問一些年輕人他們的使用習慣 以及呢在網路上拼命的爬文 發現了現在很大的流量都跑到短影音那邊去了 所以呢我就開始呢往那邊發展 可是呢YouTube這邊是不能放棄的 因為呢它主要是在做搜尋 平常其實我也不太看YouTube 但是呢當我開始要做功課的時候 就是我要查什麼什麼要怎麼修善的時候 我就會以YouTube影片來做一個搜尋 所以呢它主要是這個功能 現在可能因為YouTube市場相當成熟了 我觀察到一個現象就是 像我現在是2萬訂閱嘛 然後我有觀察到一些大的YouTuber 比我大很多的可能20-30萬或是100萬訂閱的 流量都跟以前差的非常多 那因為我一開始觀察到這個現象的時候 想說欸怎麼會這個樣子 為什麼會去觀察 就是因為我發現我的影片在某個時間開始 有點它不是這樣慢慢下去 它是突然的就是90度的下降 然後我當下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一定會當作是自己的題材出了問題 或是拍攝出問題 那基本上我對我的拍攝內容 俊進什麼的我還算是有點自信 所以我就想說是不是因為題材大家看膩了之類的 一個YouTuber經理很久 一定正常都會遇到這個現象 就是當你維持一個題材太久的時候 你的觀眾會疲乏 所以呢必須要再去做一些轉型 或是做一些新的題材 這些呢我現在都有在想 你們有發現我很少做這樣子 就是直接聊天的 基本上我私底下是很能聊 但是在螢幕上前 我有發現為什麼我不願意 就是因為怕說得多 然後就會引起很多的討論 很容易如果只是一個談話性內容 或是講太多東西 很容易會有正反兩方的論述會出現 那如果這支影片紅的話呢 討論的人會越來越多 我怕我會沒有辦法承受一些 所以一開始我並沒有想要讓自己 大幅的在鏡頭裡面 或者是一直做說話的這個動作 但是可能現在為了轉型 我可能會稍微調整一下下 讓自己在鏡頭前面更多一點 就是拍一些比較生活化的內容 那因為現在的流量都跑到短影音去了 我一直休閃的影片 放在YouTube跟放在抖音的流量 真的是差非常多 已經多到我覺得 我是有點想要放棄YouTube這個市場 那在短影片的那邊 的流量非常可怕 不過呢 因為短影片它的變現在台灣 現在也還沒有很成熟 所以呢 它現在流量才會這麼好 有可能等大家一窩蜂進去的時候 就像一開始YouTube 因為拍的人不多 所以第一批的那些YouTuber 他們的流量都非常的好 那現在就是大家都進來了 它就相對成熟 所以它的門檻拉高了 所以呢 你現在如果要在這邊經營YouTube 就會更加的困難這樣子 不過呢 還是很有可能的 只要你找到你的定位 要經營的方式的話 還是可以試試看的 因為我當初就是一隻手機 其實很多YouTuber 一開始都是一隻手機就開始拍 因為我們沒有太多的成本 基本上我有發現我的射線在於成本這件事情 我不太願意用賠請的方式下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呢 當然會一部分的限制我拍的題材 對 但是它也可以保障我 我在DK看到有人 他是花了一百萬 然後請團隊請剪輯 然後到後來還是沒有做起來的 我沒有這個成本可以去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呢 因為我的個性相對保守 我非常了解我自己 那一開始的我的成績也算還不錯 所以有點點的成效 那接下來呢 我就會拍一些比較生活化的影片給大家 因為我都是用自己的介面去看YouTube 所以他帶給我的演算法 就是固定到一些比較偏修閃類的 特地開了一些私密模式 去瀏覽YouTube上面的一些熱門影片 在熱門榜上面的影片的流量 當然都是非常好 那不外乎就是娛樂掛的會佔比較多數這樣子 那畢竟我的個性不太適合做娛樂 因為我個人比較嚴肅一點 所以呢 我們就是做比較專業型 瞭解你自己的人格特性 然後再去做適合你的內容 這樣就可以了 YouTube你要做最快就是去 做一些比較爭議性的內容 例如說 心三捨 然後或者是跟政治扯上的關係 然後還有一些爆料系列的 這些都紅得非常快 但是呢 你的負面就是來自於你會非常有爭議 你只要扛得住 你就可以試試看 但我個人是不會做的 為了流量就會有很多種的題材 最主要要做的長久 你還是要拍你自己有興趣的題材 為什麼我這個題材 我可以拍到一年多 中間當然還有很多是想要放棄 特別是流量不好的時候 但因為就是不管流量好不好 拍不拍影片 在休閃的當下 我就已經得到我的成就感 就是因為這件事情 我才能撐到現在 所以接下來我要拍的題材 一定也是就是不管流量好不好 他本身我做的當下 我就已經很滿足 我才會去做這樣的影片 所以呢 我會以這個方向去邁進 然後呢 也分享給大家 有任何的問題呢 再留言給我 或者是有什麼建議也可以給我 那這支影片呢 就先到這裡 拜拜